男高中生做死探险 竟然遇见色批老婆婆 还把他牛子给抢了 这绝对是你十月必看的炸裂心翻 女主小桃被渣男骗身骗钱 要么借点钱 要么让我爽爽 小桃直接一记侧身回旋踢 结果被渣男反手挡下 又一脚踹出去 连打架都打不过 渣男骂骂咧咧离开 就这小桃还在为失恋而痛苦 因为渣男长得像他的男神高苍健 失魂落魄的小桃宛如丧尸般 游荡到男主的班级门口 懦弱又孤僻的眼镜仔被霸凌 也不敢反抗 小桃看不下去 直接坐到他前面撑场子 那几个男生果然不再扔纸团 小桃只感觉很无趣 正想找地方宣泄压力 没想到刚刚的眼镜仔居然追了上来 你帮我解围 还跟我搭话 肯定是喜欢我手里的超自然杂志吧 眼镜仔坚信世界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可惜小桃没有丝毫兴趣 只觉得这人叽叽喳喳真烦人 两句话爆杀 你那强行安利的阿宅行为 真是烦死人了 所以才没朋友啊 眼镜仔顿时失魂落魄 搞得小桃有点于心不忍 只能折返回去出言安慰 虽然他不相信外星人 但他相信幽灵存在啊 没想到眼镜仔还嘲笑起他来了 小桃便告诉眼镜仔 自己奶奶可是离眉师 会出灵的那种 可眼镜仔坚称这并不能证明幽灵的存在 小桃就反问他 那外星人有请你做UFO吗 两人争执不休 干脆打了个赌 小桃去传闻中的UFO出没地点探险 眼镜仔去传闻中幽灵出没的地方探险 互相证明对方相信的事物究竟存不存在 输了的人就要给另一个人跑腿 于是当天晚上 小桃就独自来到了一个废弃医院 据说在楼顶呼唤UFO就会被外星人拐走做人体实验 然后消除记忆 眼镜仔也独自来到了一个阴森的隧道口 网上说这里是绝对会闹鬼的著名地点 两人一边保持通话一边前往自己的目的地 眼镜仔嘴上说着不害怕 结果刚进隧道就开始尖叫起来 小桃这边倒是好一些 听到眼镜仔质问他 没见过幽灵 凭什么相信幽灵存在 小桃就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没有父母 被除灵时奶奶抚养长大 奶奶要求他出门必须做法事 上学路上也要做 于是他就被一群男生给嘲笑了 里面还有他喜欢的男生 所以小桃就很生气 觉得都怪这奇怪的法事 害他被喜欢的男生讨厌了 回去对奶奶说了很过分的话 到现在跟奶奶都没什么交流 也不再做法事 可后来他意识到 其实他不是因为被喜欢的人讨厌 而感到难受 是因为那个人嘲笑了他的奶奶 他很喜欢奶奶和那份特别的 灵媒师工作 与其说相信幽灵 不如说是因为相信奶奶 才相信幽灵存在的 接着他又问眼镜仔 为什么相信外星人存在 两人一边聊一边前进 眼镜仔觉得喜欢什么东西 是不需要理由的 就在这时 他发现地上有血脚印 而且直接蔓延到了他脚下 怀着恐惧转过身 一张恐怖大脸出现在他面前 幽灵老婆婆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你吸吸我的耐子 要么我舔舔你的牛子 眼镜仔吓得拔腿就跑 可他遇见的是高速婆婆 一旦被追上就会被诅咒 可惜在小桃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眼镜仔已经被追上了 同时信号中断 出于担心小桃想赶紧过去救他 结果下一秒 他的身后出现了三个奇怪的人形生物 哈哈 外星人来了 三个外星人直接抓住小桃 暴力撕扯了他的衣服 再次苏醒 他就被捆绑在了椅子上 这些外星人表示 他们都是很有善的 但他们的种族只有雄性 所以只能通过克隆技术增加个体 可这样无法实现生物进化 为了取回像人类一样的生殖技能 外星人就想要地球人的生殖器官 总之先进行交配 然后再取走小桃的子宫和小妹妹用于研究 小桃听到后天都塌了 他可是连遇到渣男都没交出处女之身啊 怎么能被外星人侮辱 然而被捆绑的他根本无法挣脱 这些外星人还会用精神念力控制他的脑波 点燃他的浴火 没想到小桃居然能抵抗得住 可外星人强行分开了他的双腿 机械牛子直接抵了上去 不过就在这时 小桃的手机响了 外星人刚拿起来 一道红光乍线 手机里居然钻出来个高速婆婆 顶着外星人的牛子就把他顶飞 而高速婆婆的一半身体还是眼镜仔 两人还没完全融合 眼镜仔也还保有意识 外星人对这种现象产生了极大兴趣 这种技术连他们都没有呢 正说着意识主体就变成了高速婆婆 上来就要做外星人的牛子 外星人迫不及待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真身 让未经许可的眼镜仔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就把牛子交出来 高速婆婆话不多说 直接开跑 速度快到外星人都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 当场来了个得势拱桥摔 还把外星人的牛子给咬了下来 另一个外星人也被冲撞到墙上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 赶紧宣布停战 毕竟他们和人类缔结了友好条约 而且只是想要生殖器官而已 此时意识主体又换成了眼镜仔 对外星人无比憧憬的他连忙表示 给你 要什么我都给 并且说出了真心话 原来他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朋友 所以才想找到外星人 跟外星人做朋友的 甚至从小学就开始站在天台呼唤UFO 可外星人从来就没有来过 眼镜仔还被其他人当成消遣欺负 没有人认可他的存在 然而小桃居然保护了这样的他 那他也要保护小桃 只要是为了小桃 变成怪物 我也在所不辞 吼完这句话的 眼镜仔彻底被告诉婆婆童话 小桃也忍不住为他呐喊加油 结果下一秒 雄奇眼镜仔就被外星人一招爆破 而外星人也将他们认定为坏人类 所以不再遵守友好条约 想继续刚刚没做完的事情 小桃努力反抗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奶奶曾经的话语 奶奶让他每天都做的法事 其实可以释放气 并且隔绝不幸与疾病 脏东西就无法靠近了 小桃按照奶奶的话 将力量集中在下腹部 想象把气从头顶释放 万万没想到 束缚他的玻璃罩和椅子 居然就这样被气给击碎了 外星人的念力也被推了回去 原来是刚刚过度刺激了小桃的脑波 以至于激活了他的脉轮 反正小桃现在获得了超能力 再次使出了当时踢渣男的那一剂 侧身回旋梯 这一脚连外星人都没承受住 伪装成月亮的幽暗 腹欧被彻底爆破 可眼镜仔这会儿 还没能摆脱高速婆婆的控制 居然又去攻击小桃了 于是小桃硬生生将幽灵 从他体内推了出去 但高速婆婆并没有善罢甘休 虽然附身解除了 诅咒却没有解除 因为眼镜仔的牛子 还在高速婆婆手里 只要牛子没找回来 眼镜仔的诅咒就永远无法解除 说完后高速婆婆又回到了隧道 而UFO已经失控 直接将废弃医院撞他后迫降 眼镜仔也终于清醒了过来 现在两人一个终于相信有外星人 一个终于相信有幽灵了 而眼镜仔能暂时保持理智 还是因为小桃一直在用超能力 帮他抑制诅咒 看来接下来只能去打倒高速婆婆了 眼镜仔边一边脱衣服 一边准备现在就去 让小桃穿着自己的衣服回家 毕竟事情变成这样都是他的错 他不想再连累小桃了 可小桃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而且他还要帮忙抑制诅咒呢 又将衣服捡起来还给了眼镜仔 但眼镜仔非得拿给他穿 不然他都没办法跟小桃说话 这一瞬间小桃居然心跳加速了 因为眼镜仔刚刚恰好说出了 他男神高仓健的台词 于是为了冷静下来 他转换话题问眼镜仔叫什么名字 眼镜仔脱口而出 我叫高仓健 直接暴杀小桃 连牛子都没有的耸包男同学 居然和自己的男神同名同姓 小桃当场破防 一不小心忘了使超能力 阿健又变成了高速婆婆的样子 吓得他赶紧把人甩出去 然后提要求 如果想保持正常 那就别提他的名字 然后给阿健取了个外号 超然宰 随着两人往镇子上走 天也逐渐亮了起来 路上都开始有行人了 阿健这副打扮实在没办法直接回家 小桃就带他去了自己家 并且提醒他一定要小心 因为他奶奶对男人非常严格 之前还差点把他前男友杀了 结果奶奶还没看见 阿健就差点被烧死 小桃赶紧把人挪到河里 这才想起来 他们家周围设了结界 防止邪灵入侵 阿健身上有高速婆婆的诅咒 无法进入 小桃就把墙上贴的符纸 暂时摘了下来 这次阿健安全通过 还顺便换了个新发型 而小桃家居然是大豪宅 不过奶奶似乎不在家 他就先去自己房间换衣服 阿健刚把门关上 这又变成了高速婆婆 小桃只能开着门换衣服 一只手要一直维持着输出超能力 接着又给阿健找了一套衣服 问他是不是已经没有牛子了 毕竟高速婆婆说 他把阿健的牛子拿走了 阿健拉开裤子一看 居然真的没了 小桃实在好奇 没了牛子的下面是什么样的 非要凑上去看一看 阿健不让他看 他还觉得这人小气 而阿健才是真的崩溃 连牛子都没了 这下可怎么办 都怪小桃让他去探索灵异地点 两人开始互相推卸责任 小桃觉得万恶之源是阿健 跑来向他搭话 阿健的语气一下子低落了下去 表示自己不想错过那次机会 他一直都想有个朋友 所以在小桃表现出善意后 才会鼓起勇气找他搭话 但果然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最后还卷入了这种麻烦事 等这件事结束之后 他们也将会彻底分到扬镳吧 小桃听完心里很不爽 你小子凭什么擅自揣测我的想法 又自顾自下定论 总是疏远别人 怪不得你没朋友呢 小桃难得态度软化 表示以后 他们可以正常地聊超自然话题 结果阿健突然来了句丑八怪 然后开始指责小桃不够体贴 两人直接大打出手 突然门外响起敲门声 可小桃家的门铃不是这个声音 想起以前奶奶说过 他们家有两个门铃 一个是给人类用的 另一个是给恶铃用的 他才把符咒接下来这么一会儿 居然就有恶铃找上门来了 以他们俩的实力肯定打不过 唯一办法就是把符咒贴回原处 恶铃就会自己烧起来 小桃从后门悄悄离开 绕到侧面 却并没有发现恶铃的踪迹 紧接着 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堵墙 两人直接被关在了墙里 而且鸟居也被埋进墙里了 两人的身体还都纷纷出血 看来是从远处弥漫过来的黑雾导致的 就在这时 一个大脸出现在小桃面前 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找到你们了 还说他俩打破约定 是坏人类 巨大的恶铃一拍双掌 就荡起飓风 小桃手中的符咒也被吹跑 被恶铃一拳嵌入墙里 好在符咒足够结实 这都没来 阿剑和小桃对视一眼 果断拔腿就跑 但恶铃随便挥一下胳膊 都能把他们俩震飞 随后又重重踏向地面 让他们把牛子交出来 来不及多想 两人先跑再说 拉开了距离之后 小桃问阿剑 是不是还有一个牛子 阿剑否认 并且表示那是外星人 根据他头上的圈可以判定 是弗拉特五字怪物 俗称三米高的外星人 为什么针对幽灵设置的门铃 对外星人也起反应啊 阿剑想起有调查说 经常遭遇灵异事件的人 也会频繁遇到UFO 可能幽灵和外星人之间 存在某种共同点 说话间外星人又开始吐出黑雾 这样下去就算没被打死 他们也会被堵死的 而且小桃要压制阿剑的诅咒 没办法充分发挥超能力 阿剑的一部分身体 已经高速婆婆化了 被小桃施加了超能力后 还有一只手没变回来 看着前方的废墟 阿剑决定拼一把 让小桃在压制脑部诅咒的同时 解放他身体的诅咒 话音刚落 外星人的大脸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还好对于桃敏 他们已经得心应手 不过小桃还没熟练 掌控这份超能力 事已至此 只能先尝试一下了 他闭上眼睛 将阿剑的诅咒分成两部分 只解放身体的那一部分 而阿剑的眼睛已经变得通红 结果下一秒 又变成了高速婆婆的样子 此时外星人又发起了进攻 在千军一发之际 阿剑变身成功 抱着小桃躲开了这一集 并且还保留着理智 就是感觉跟换了个人一样 一下子变得好帅 甚至连说话方式 都跟小桃的男神一模一样 但这个阿剑 似乎没什么求生意识 居然直接走到了外星人脚下 被外星人一巴掌拍了过去 然而在那之后 外星人却猛逼地 抬起了被削去手指头的手掌 这速度快到不敢置信 不愧是高速婆婆的力量 小桃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结果阿剑刚帅没一会儿 身体就开始撑不住了 被外星人抓住就甩了出去 身体和意识也恢复成原样 解释他的身体 承受不了诅咒的力量 感觉快要爆开了一样 砍断五根手指已经是极限了 究竟要如何才能打倒那家伙啊 就在这时 两人同时沉默 因为他们发现 这外星人的动作 好像是在相扑 按照相扑的规则 只要手着地就算输了 所以阿剑又强撑着变身了一次 这次直接冲着外星人的腿去 直接把一只脚给砍了下来 而小桃聚精会神 帮他抑制诅咒 外星人终于倒了下去 一个巴掌刚着地就融化了 结果这外星人 硬生生来了个前空翻 另一只手一把抓住了小桃 对其重拳出击砸到墙上 没有了超能力的抑制 阿剑的身体快要彻底 变成高速婆婆了 没想到很快又恢复 小桃都这样了 居然没事 还怒骂外星人耍赖 他绝不原谅偷奸耍滑的家伙 而外星人也被骂破防 再一次对小桃重拳出击 狂风骤雨般的拳头 全部砸在他的身上 墙也被深深砸出了个洞 这个深度终于和小桃的心意了 这里应该就在鸟具之外了吧 说完这句话 他立刻用超能力 将阿剑拉到自己怀里 然后操纵符咒贴到鸟具的柱子上 果然外星人的身体瞬间开始自燃 幻境也随之消失 小桃紧紧搂着阿剑不敢看 终于一切恢复原样 他们又捡回了小命 结果刚放松下来 阿剑又变成了高速婆婆 赶紧给他灌输超能力 这次阿剑又被迫换了个发型 而小桃调笑了一句 就再也没力气了 直接晕了过去 没有超能力抑制的阿剑 这下彻底变成了高速婆婆 差点把阿剑和小桃欺负死的高速婆婆 居然被小桃的奶奶吊打 小桃晕过去之后 没有人能帮阿剑压制诅咒 高速婆婆就夺走了他身体的控制权 正准备对小桃下手的时候 一个头上顶着扫帚的大姐姐出现 正是小桃的奶奶 高速婆婆立刻闪现到他身后 打算偷袭 结果反而把自己给烧了 原来奶奶早就有所预料 所以提前设下了陷阱 现在高速婆婆被困在圈子里出不去 这是奶奶为她构建的结界 只要把护肤钉钉在圆的内侧 里面就会形成结界 反之钉在外侧 那圆的外侧就会形成结界 刚刚高速婆婆无法攻击奶奶 也是这个原因 又气又无能为力的高速婆婆 只能放狠话了 扬言一定要吃了她 结果下一秒 就被奶奶像打棒球一样 狠狠教训了一顿 被困在圈子里的高速婆婆 气得破口大骂 又威胁奶奶要是烧死自己的话 那这具身体的主人也会死 没想到奶奶根本不在意 还觉得阿剑是诃骗她孙女的渣男 那就是死有余辜 最后奶奶一句永别了 高速婆婆就发出尖锐的哀鸣 而小桃从噩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在房间里 赶紧下楼 看到奶奶也在 就问阿剑是不是已经回去了 奶奶答非所问 转换话题 反问小桃是不是去了灵异地点 小桃表示是朋友去的 再一次问起了阿剑 奶奶才说自己已经把恶灵给杀掉了 而且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奶奶还对当年那件事耿耿于怀 嘲讽小桃 你不是说不相信恶灵吗 事已至此 小桃也只能下跪道歉 她只是想知道阿剑的下落 奶奶便让她去本店看一看 小桃嚷嚷着 阿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跑了 同时心里充满了自责 阿剑也没有做错什么 自己为什么要逼着她去灵异地点呢 现在连命都给搭上了 然而等她推开门 却发现 阿剑好好的坐在里面干饭呢 她看到小桃没事也放心了 这时奶奶又冒了出来 告诉小桃 阿剑只要待在那里面 诅咒就不会发动 小桃三言两语 讲了自己和阿剑经历的事情 以及她觉醒了超能力 奶奶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没有过多纠结这个 而是讲起了那个高速婆婆 这是曾经在全国各地肆虐的近代妖怪 以前她也去那条隧道看过 发现里面的灵气实在太强 连她都无法靠近 都有点类似于的傅灵了 那傅灵就是怀着强烈执着 一直待在某地的灵 在自己的的盘里几乎是最强的 所以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高速婆婆和地妇灵合体 奶奶好心奉劝小桃放弃 他们不是高速婆婆的对手 可小桃想到了自己的男神 如果是高苍剑的话 肯定会帮助阿剑的 所以她也要帮助阿剑 事已至此 奶奶也只能给她一个建议 那就是去和高速婆婆玩鬼抓人游戏 把高速婆婆引到室外 这样她的能力就会变弱 哪怕是小桃应该也能打败她 可小桃对自己没有信心 让奶奶用她无敌的结界术想想办法 然而奶奶的结界术 只是借用这片土地上的神明之力 离开势力就无法使用 所以鬼抓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当然到时候去跑的不是小桃 而是阿剑自己 那问题就更大了 为了抑制诅咒 阿剑还得背着小桃一起跑 简直就是为难阿宅 奶奶就传授了她其余老师的训练方法 总之从现在开始努力吧少年 与此同时 小桃也需要提升超能力的等级 等他们俩变强之后 再由奶奶亲自训练 说完老太太就离开了 剩下阿剑和小桃互相道谢和道歉 小桃要去给阿剑拿一床棉被 毕竟她今天晚上只能睡在这里 却突然被阿剑叫住 扭扭捏捏地说自己口渴了 而奶奶又回到客厅看电视了 新闻说某人气偶像 其实已经有私生子了 还谎报了年龄 路过的小桃吐槽 这种新闻没有丝毫意义 第二天阿剑和小桃的训练就开始了 现在有一个大问题 阿剑想去上厕所 但小桃的超能力无法穿透墙壁 到时候阿剑的诅咒就会跑出来 他只能求助奶奶 奶奶先问他是怎么一直诅咒的 小桃回答 自己可以看见阿剑的气 只要紧紧握住那个气 气就会变小 其他生物和非生物身上也有气 他就是靠抓住那股气将它们移动的 其实这个超能力刚觉醒的时候 是更厉害一点的 那时的小桃只感觉想象的画面 全都能化为现实 简直无敌了 可这份力量马上就变弱了 奶奶听出问题所在 他是太依赖视觉了 应该多用用五感 比如触觉 小桃按照奶奶的指示 闭上眼睛开始感受 居然真的看到了气 并且触碰到了 可一开始操作 毕竟不熟练 阿剑差点被完全操控身体 他已经快憋不住了 不顾小桃的阻拦 就想冲进厕所 两人开始了 你追我赶的夺命狂奔 甚至连奶奶都突然加入了 最后阿剑终于安全 进入了卫生间 小桃也只能开着门 帮他压制诅咒 而奶奶告诉小桃 他刚觉醒超能力时的力量 应该才是他原本的力量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封印了 所以需要透过修行 慢慢解放力量 结果两人正聊着呢 厕所里面的阿剑 突然变身高速婆婆 奶奶却像是被定住了一样 原来高速婆婆的诅咒 有传染力 能透过阿剑传播 他可以用诅咒 杀死所有阿剑看到的人 高速婆婆用奶奶威胁小桃 今天晚上救得来隧道 不然他就用阿剑 杀光附近所有的人 说完这些后 高速婆婆消失 阿剑和奶奶也恢复行动能力 而符咒的一半都被黑暗浸染 小桃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奶奶 得知他们今晚就要去隧道 奶奶帮他们全副武装 临走前还给了小孙女一个报报 虽然今晚就是生死局 但是该尴尬还是得尴尬 因为隧道离这里太远 两人还得坐电车过去 周围的乘客吓得都不敢看 小桃干脆也不在意了 他现在心中满满都是 对高速婆婆的恨意 居然敢伤害他重视的奶奶 等死吧 接着小桃居然在电车上 把衣服给换了 因为奶奶准备的衣服实在太土 辣妹的战斗服就应该美美的 到了地方之后 小桃用美人计让阿剑走在前面 结果阿剑不吃这一套 两人最终还是并肩前进 越聊小桃就越乐观 他们俩都打败那个外星人了 区区高速婆婆不在话下 结果手电筒一照 一颗巨大的头挤满了隧道 两人吓得拔腿就跑 一转身后面还有一个头呢 而且两颗头同时朝他们逼近 小桃从阿剑的杯楼里 掏出一堆球棒射向大头 没想到全被大头的眼睛给吞了 事已至此 只能解放阿剑的诅咒了 而阿剑一变身就会变丧 小桃只能在后面为他加油呐喊 结果没走两步就恢复成原样了 因为小桃看不见他体内的气了 原来是高速婆婆把牛子还给了阿剑 他身上的诅咒已经解除 没有了诅咒之力 两颗头还张开了血盆大口 以小桃的超能力根本无法应付 不过他想起了奶奶的话 就开始挑衅高速婆婆和自己赛跑 没想到激将法还真有用 于是鬼抓人游戏就这么开始了 规则是高速婆婆数到十分钟才能开始跑 而阿剑和小桃将会趁这段时间逃跑 如果还是被抓住就算他们输 话一说完 趁着高速婆婆还没反应过来 小桃拉着阿剑就窜出了隧道 结果高速婆婆耍音招 直接从一分钟跳到了十分钟 同时伸出无数手臂将小桃裹得严严实实 接下来该数阿剑的十分钟了 阿剑气得骂骂咧咧又无能为力 眼看要被高速婆婆抓住 脑海中浮现了曾经小桃说过的话 他不想一直被小桃救 所以直接主动扑向了高速婆婆 死死咬住他不撒嘴 任由高速婆婆怎么甩都甩不掉 知道是阿剑身上这身衣服有问题 就干脆再次钻入了阿剑体内 然后变身将衣服撑爆 正打算回去把小桃给吃了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他们的计 现在高速婆婆在阿剑体内 小桃又能看到那股气了 直接用双手握住 同时也握住了高速婆婆的命脉 在高速婆婆气急败坏地冲上来之前 就将其捏爆 可惜没能完全消灭对方 不过也只剩下一小股力量 还被封印在阿剑的体内 现在局势逆转 小桃刚打算好好料理一下 这个老婆婆 隧道内就再次发生异变 一只巨大的螃蟹突然冒出来 嘴里喊着把婆婆还给我 原来高速婆婆和地妇林并没有合体 这只大螃蟹正是隧道内的妇林 阿剑和小桃顾不上折磨高速婆婆 吓得把腿就跑 大螃蟹就在后面追 至于的妇林为什么会是螃蟹的形态 据说死者为了渡过三途川会变成择蟹 小桃一边解释 一边拼命逃跑 偏偏他们这边还有个高速婆婆给螃蟹引路 无奈只能让阿剑变身了 于是在大蟹前砸过来的那一瞬间 瞬间变身的阿剑抱起小桃就冲了出去 现在的姿势就像是小桃骑着阿剑全速前进一样 手里握着的缰绳是高速婆婆 不过问题来了 高速行驶的阿剑没办法顺利拐弯 两人直接冲出了盘山公路 关键时刻阿剑两条腿转得跟螺旋桨一样 居然还真就这么悬在了空中 然后减速降落 他们掉到了大街上 结果大螃蟹居然紧随其后 没办法只能继续往前跑 而路上的其他人都仿佛看不到螃蟹一样 只看到阿剑和小桃这两个奇怪的人在骑马打仗 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 阿剑感觉自己已经快撑不住了 可是距离离开市里还有一段距离 阿剑就背着小桃冲进了健康中心 结果大螃蟹破坏力太强 最后两人一泻来到了温泉水池 小桃用超能力捏破水管 热水喷涌而出 淹没了大螃蟹 堂堂的妇林居然就这么熟了 而阿剑和小桃继续往室外跑 可这次又有无数市民追了上来 原来附近刚好有片墓地 高速婆婆就把那里的灵叫醒 附身到了街上的市民身上 现在他们被前后夹击 前面有大螃蟹 后面有幽灵市民 小桃就让阿剑再次变身 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变身后的阿剑背起小桃 就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小桃也用超能力辅助他拐弯 面对挡路的螃蟹 阿剑直接跳到了他身上 然后蹬着螃蟹被一跃而起 在空中大开大河的改变方向 力量用光 变身结束的那一瞬间 他们从空中看到了一列火车 结果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猛地掉了下去 还好小桃及时张开了超能力翅膀 阿剑也用脚当刹车 两人才堪堪落地 然而虽然只有一个瞬间 小桃没能抓住高速婆婆 可高速婆婆还是趁机 从阿剑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然后怒斥两个年轻人耍诈 一点都不懂得尊重长辈 小桃反驳 自己也没见过这么不懂得 照顾年轻人的长辈 这次高速婆婆直接和大螃蟹合体 知道他们还差一点 就能离开市里了 高速婆婆表示 可以给他们一点时间逃跑 小桃却说只需要一秒就够了 因为他的超能力 可以抓住任何东西 说着就甩出大手 抓住了上面的那列火车 因为高速婆婆的时速 只有100公里 而电车的时速是120公里 所以这趟赛跑他们稳赢 结果万万没想到 高速婆婆直接扑上来 抓住了火车尾部 殊不知刚好中了小桃的计 因为奶奶正在前面等着呢 现在高速婆婆被小桃 用超能力强制住 随着电车驶出城市 庞大的身躯瞬间炸开 只是在那一刹那 小桃似乎看到了许多少女的亡灵 现在高速婆婆和地妇灵 已经被彻底消灭 阿剑身上的诅咒也完全解除了 而奶奶原本不打算用这么粗暴的方式的 事后他们三人还一起去那条隧道 祭拜了一下 有很多女孩遭人灵虐分尸后 被丢弃在这里成为了恶灵 林梅师也追查了高速婆婆很久 发现凡是高速婆婆出现过的地方 一定会有亡死少女的灵 或许她只是在到处未见那些无法成佛的少女 可惜他们最终还是对活人出手了 那也就只能送他们去往生了 当然生者也是 绝不能做出对死者不敬的行为 如果擅闯了他们的领域 被杀也是无可奈何 好在这次没酿成什么大祸 小桃和奶奶还每每做了顿螃蟹火锅 可惜阿剑完全没胃口 不过不管怎样 她还是很感激祖孙俩帮自己夺回牛子 一提到这个奶奶就很好奇了 非得看一下阿剑的牛子是不是真回来了 吓得阿剑赶紧逃跑 而她也是时候离开这个奇怪的家了 要走的时候 心里突然产生了怅然若失的感觉 明天她和小桃是否又变成了陌生人呢 没想到小桃突然叫住她 又将刚刚的再见变成了明天见 好不容易找回了牛子的阿剑 却惊讶发现自己的牛子只剩下了二分之一 一大早阿剑就在学校附近鬼鬼祟祟 练习等会该如何跟小桃打招呼 没想到小桃就站在校门口 阿剑心中生起了一次希望 难道她是在等我吗 不敢有所期待的她又觉得小桃肯定是在等别人 于是直接无视小桃走了过去 小桃不爽了 上前踢了她一脚 阿剑这才意识到 原来她真的是在等自己啊 两人一边往教室走去 一边聊外星人的话题 到了教室门口 甚至还有些依依不舍 结果刚跟小桃分别 阿剑就被同学撞进了教室 又被另一个女生嫌弃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沮丧 因为她已经交到了小桃 这个非常棒的朋友 另一边小桃一直在发呆 辣妹好友就推测 她昨天没来上学 可能是去挽回前男友了 很明显挽回失败 干脆摔了手机才没回他们消息 回头一看 小桃又一副郁闷的神情 便更加笃定这个猜测了 其实小桃只是太希望 能跟阿剑继续聊外星人话题了 而阿剑也无心学习 只想跟小桃聊幽灵 两人都强烈地惦记着对方 上个学跟熬日子一样 终于等到了午休时间 走廊上挤满了人 以至于迫不及待 想去对方的教室 找对方的阿剑和小桃 完美错过了 小桃找阿剑的同学 问他去哪儿了 但同学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想着毕竟是午休时间 可能在学生食堂吧 小桃觉得阿剑不可能会去 那种吵吵闹闹闹的地方 于是就去小卖部找人了 而阿剑则跑去了学生食堂 两人又完美错过 自然是没能碰上 接下来阿剑去了小卖部 小桃去了学生食堂 最后双双郁闷地坐到了长椅上 甚至连两条长椅都没隔多远 只是因为他们总是恰好在对方低头的时候抬头 根本没注意到 眼看午休要结束了 现在俩人都觉得是对方在躲着自己 阿剑本来就自卑 想着自己可能根本就没被小桃当朋友 郁闷了一会儿后 两人双双站了起来 因为不看路直接撞到了一起 还不小心磕到了牙齿 不过他们都不在意这种小事情 忙着质问对方跑去哪儿了 阿剑赶紧表示自己一直在找小桃 两人这才知道对方都在找自己 气氛一下子不对劲了 刚想找个话题 就被小桃的两个辣妹朋友打断 他们刚刚还目睹了阿剑和小桃接吻的场景 自然以为这俩人在交往 小桃本就因为被撞见这种事 感到难为情 下意识否认 还说自己怎么可能跟阿剑这种呆瓜接吻 阿剑也不服气地回嘴 刚刚还冒粉红泡泡的两个人瞬间吵了起来 旁边的辣妹吻嘴看戏 直到那两人愤然离开后 才异口同声感慨 这俩人的感情也太好了吧 阿剑先去了厕所 其实他刚刚只是一时情急才顺势回了那种话 并没有嫌弃小桃的意思 所以等会儿还是道个歉比较好 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另一边小桃回到教室 被朋友们一通质问 那俩人还给其他人宣传 说小桃在和一个阿宅交往 正说着阿剑就过来找人了 小桃正难为情着呢 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阿剑一再强调 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小桃却还是那副态度 朋友们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觉得小桃对男朋友的态度太过恶劣 这话让小桃更不想面对阿剑了 哪怕阿剑向他解释 还用可怜兮兮的语气说 自己很想跟他说话 辣妹们又开始激动起来 最终阿剑只能失落地离开 留下一句 和我好好相处 有这么丢脸吗 连起哄的辣妹都觉得他有点可怜了 小桃的心中也充满了罪恶感 放学后阿剑独自一人回去 没想到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粉毛美少女 更没想到对方对他的态度 居然如此友善 而且还主动触碰阿剑的手臂 顾安心有没有撞疼他 阿剑哪里受到过这种待遇 看他这样的表现 粉毛妹子更加温柔了 于是小桃一过来 就看见两人相谈神欢的场景 这是在干啥啊 阿剑不是说他没朋友吗 而粉毛妹子已经和朋友离开 刚好经过了小桃身边 小桃听到他跟朋友吐槽 那个阿宅的表情有多蠢 原来是个已逗弄阿宅取乐的渣女啊 就享受阿宅被自己撩过后 那副沦陷的吃傻表情 粉毛还觉得以后不会再有自己这么可爱的女生会碰阿剑了 小桃直接用超能力操控水盆砸到了他的头上 阿剑刚想上前关心 就被小桃挽住了手臂 笑着邀请他一起回家 还故意称赞阿剑今天特别帅 那种蠢女人肯定无法欣赏他的魅力 当然这只是为了故意气粉毛 回去的路上 小桃还是认真跟阿剑道了歉 解释自己只是因为被朋友嘲笑 感觉难为情 并没有觉得跟他好好相处很丢脸的意思 阿剑也很高兴能和小桃和好 然后想起了那个大问题 他们明明已经打败了高速婆婆 可自己的牛子却只回来了一半 只剩下一根棍 少了两个球 小桃听说后光顾着嘲笑了 只有阿剑自己在为这种事烦恼 奶奶拿了面镜子照了照她 发现了不对劲 让小桃带个娃娃和脸盆过来 阿剑将脚放在了水盆里 小桃也在娃娃身上贴了符咒 接着奶奶开始狂闪阿剑 一边删一边问小桃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想到还真有 就在阿剑挨打的时候 他体内的气有一瞬间变了色 奶奶就让他在变色的瞬间 把那个气拉出来 小桃对超能力的掌控愈发精进 一下子就拽了出来 现在那股气已经被困在了玩偶身上 奶奶追着招财猫狂闪 而招财猫一路逃进了一个小房间 却还是被小桃感应到了 直接抓住了那股气 过去一看招财猫果然被钉在了地上 还用高速婆婆的声音骂骂咧咧 原来当初在被结界树焚烧的瞬间 高速婆婆化为了灵体在火焰中游动 又游回了阿剑身上 因为当时她奄奄一息 所以刚好完美隐藏了气息 本来打算在阿剑体内休养生息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话虽如此 她现在也只是一只招财猫而已 只能在地上打滚撒泼了 阿剑也拿着符咒 让她赶紧把自己的球球还回来 高速婆婆一脸得意 根本不怕他们动手 反正要是自己死了 阿剑的球球就永远回不去了 她甚至威胁阿剑拿把菜刀 把小桃和她奶奶全杀了 杀完就把球球还给她 结果话音刚落 阿剑就突然变身 高速婆婆也愣住了 只有奶奶明白怎么回事 刚刚她又擅自把高速婆婆从阿剑身体赶了出去 但高速婆婆死命巴着阿剑不放 所以最后只有意识出去了 灵力还留在阿剑体内 只有她才能把高速婆婆的意识重新放回去 现在主导权又回到了他们身上 招财猫汗流加倍 然后就被奶奶狂善 阿剑也恢复了原样 最后还是小桃替高速婆婆求情 其实她没那么恨高速婆婆 毕竟他们都很同情那些少女的妇灵 所以她表示 只要高速婆婆愿意把球球还回来 他们就把力量还给她 最终高速婆婆同意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 她不小心把阿剑的球球搞丢了